众生烦恼吸气很重 佛用种种方便帮助他 贪欲重的人 佛教他不尽管 让你把烦这个欲望降低 给你家六道轮回 给你家英国报应 把四十真相告诉你 你贪心 就可以止住了 希望得财富 佛教给你 从财不失你才能得财富 不老而获的 都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没有 你就得不到 不是你 命里没这个财 你得到了 这个财会把你压死 你不是生病 就是有灾祸来的 命里都没有 强盗 抢劫的财物 还是他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的时候 抢不到 抢到之后灾难就来了 这都真的不是假的 命里既然有 何必用这种 不正常的手段 不正常的手段 不但是你命里面的财富 亏折了 打折扣了 而且带来灾难 第一位也是如此 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情 你命里头 只有这么高的位置 再往上爬的时候 不是你命里有的 结果这位置也得到的时候 到的时候 人寿命就到了 我遇到这一桩事情 有一位将军少将 身中将 这是一桩大喜 可是 这桩事情 没有公布 身中将的时候 这是上级批准了 他身中将 还没有发布 消息走路了 他的朋友给他导货 他也办了一桌酒席 请大家 就在 喝酒的时候 就死在这个桌上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现象 他没有这个命的 你看 这一颗心 两颗心就被他压死了 那这是什么呢 所以说快乐死了 欢喜死了 欢喜也能死人 中国亲眼看到的 古人讲的话没错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有人了 你活比要增 如果你真的想求的时候 你的急功雷德 那个当然是个真的 为什么呢 那报酬嘛 你的好事做多了嘛 上天报酬你 你的地位往上升 你财富不断增加 那是 你付出代价得来的 在佛法讲 你付出的功德得来的 在事法讲 你造出的福德得来的 这个地位跟财富 你都能保得住 如果不是的 是用非法手段而带来的 那就知道 你命里都有很多 为什么呢 打了折扣 亏折了 你还有这么多 何时 富想完了之后 你的灾祸就来了 善有善果 我善有果报 不时不报 时辰不到 太过分了的时候 果报立刻就先前了 这些事情 都在眼前 只要你稍微留意 你都能看见 活苦来呢 人真正明白了 了解四十真相 求可以 不求也可以 不求就更高 那明文立扬都不要的话 这人家健康长寿 烦恼勤 智慧长 肯定 那他活在这个世间 更快乐 发息充满 那他落的 不是地位高 不是财产多 不是这个 那他落的是什么 他烦恼少了 一天比一天少 忧虑少了 牵挂少了 完全明白 觉悟了 对人生过得自在 离开 似乎少了 好 OK OK